大家好,我是饶条 老油条带你去看没看过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这招聊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关于高智商犯罪的影片 《决胜21点》 本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也算是一个传奇经历 本故事发生在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我们的大猫是一名高智商天才 在学习方面可谓是如鱼得水 在学校得到过各种表彰 各种著名的奖项 但是却被哈佛大学的面试官给拒绝 像大猫这种人才一抓一大把 他们丝毫不缺这种人才 他们需要一些和别人有普通经历的人 而这些大猫完全没有 大猫除了学习优越之外 没有其他爱好 从小就结一缩失 生活经历依旧是一个平常人 并且还是一个单亲家庭 即使哈佛能够录取他 但哈佛的学费他也没有办法凑齐 而大猫的梦想就是进哈佛身造 此时遇到了他人生转折点的导师二狗 二狗是大猫的数学老师 大猫的计算能力令二狗很佩服 二狗表面看起来是一位教授 安地里却是一个赌徒 他利用自己的职位 召集了几个数学天才 计算出发牌规律并靠此赚钱 每名其约是数学实验 实际为初老千 由于原先的团队成员推出 目前有一个控职位 二狗把目光偷到了急需用钱的大猫 刚开始的大猫其实是拒绝的 坚决不参与赌博的事情 发誓要做一个三好学生 俗话说的好 男人不被钱迷就被女人迷 大猫还是归岛在石榴群底下 大猫暗恋的妹子就在这个团队 为了妹子放弃了信念 这个团队主要玩的就是21点 至于怎么个玩法 我也不太懂 老一条我不参与赌博 根据电影的描述 21点是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出来的 而这批数学天才玩这个轻而易举 而对于大猫这样的天才 更是相当容易上手 经过短暂的魔鬼训练 大猫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技巧 在实验室的练习完全没有问题 练习总归要时间 接下来他们就要正式进入赌场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都乔装打扮 引用化名 带着小钱钱走上了不归路 第一次的开局相当不错 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大猫也从中尝到了钱头 简简单单赚取小钱钱 作为领导的二狗不参与赌博 只负责他们所有的善后工作 最后的分城却要拿大头 大猫他们就是给他打工的劳工 尽管如此 大猫依旧变得很富有 大猫也成了土城的常客 好景不长 大猫的手法被赌场管理员老黑发现 已经在后台注意到他的存在 在这期间 大猫也和妹子相爱 做了该做的事 大猫的两个基友开始不爽 他们认为大猫有钱之后变了 变得不再和他们一样学习了 每天只剩下和妹子鬼混 大猫还因此和他们大吵了一架 带着脾气参加了下一场赌局 闷闷不乐的大猫不按照套路出牌 不听任何人的劝告 一晚上输光了所有的钱 二狗对此很生气 毕竟本金是他的 二狗当着众人教训了大猫一顿 大猫也不服软 当面怼了回去 二狗很是生气 当场解散了团队 剩下的人一脸懵逼 而大猫并不服输 他认为他可以自己当大哥 于是带着人再次来到赌城 二狗知道他会自己单干 于是打电话给老黑 让老黑在赌城抓了大猫 大猫被绑在椅子上 被人狂揍了一顿 这种情况下 大猫的生死完全掌握在老黑手上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在很多年前 曾经就有一个人玩一样的招数 在老黑的眼皮底下出现 这也导致老黑工作失误 在人生中留下了污点 老黑找了他很多年 现在的二狗就是当年的仇人 只要大猫帮助老黑引过来二狗 当天赢的钱可以全部给他 大猫也没得选 二狗不仅出卖了他 并且还把大猫赢的钱全部偷走了 想上哈佛就必须有钱 大猫再次找到二狗 死缠烂打的去求他 答应他这是最后一次 捞完这一把就洗手不干 二狗答应了大猫 自己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几个人再次来到赌城 正赢得风生水起 老黑带人来抓他们 情况中大猫将筹码扔给了二狗 二狗暗自窃喜 坐上车就要一个人跑 上车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包巧克力 不仅如此 就连车上的司机都是老黑的人 二狗不出意外的被带到老黑眼前 接下来的命运就要看老黑的心情了 而大猫赚的钱依旧管给了老黑 他和老黑做了另外一个交易 大猫的两位好机友的数学能力也很好 他的好机友也在同时赢钱 作为条件 大猫会给老黑一笔丰厚的退休金 电影的最后 大猫以一段传奇经历打动了面试官 成功进入了哈佛 和自己的好机友和好 还抱得美人归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正所谓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 一山更比一山高 二狗表示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回头才发现农村路更滑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电源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